字幕 李宗盛 我們今天去照4D 我們現在是出門口 然後下去停車場 開車過去那邊 好緊張 她昨天已經很開心很緊張 她在想究竟 像媽媽還是像爸爸呢 因為肚子越來越大 所以我買了這個 孕婦專用的安全帶 就不會綁著肚子那麼緊 在照4D之前 我就喝了很多水 到照時就會更加清晰 剛剛停車了 給了錢 還有記得把這張照片放在桌面上 這個4D奧章山 其實在兩年前 我已經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 訂了一個 Premium Package 裏面是包括看寶寶的健康狀態 還有會記六張寶寶的4D相片給你 另外還有一段是整個過程的影片 會給你 今次我是在外面找私人的4D奧章山的 價錢都是89磅 還要是Premium Package 這個Premium Package是包了六張的照片 還有幫你檢查寶寶的健康狀態 我朋友說在香港照幾千元 說我們在英國照真的超級大的 這段影片就是剛才我在前面也有說過的 這個Premium Package會包一段影片 包括2D的掃描 裡面會看寶寶的內臟發育 羊水夠不夠 還有心跳正不正常等等 還有4D的部分 它會幫你用不同角度去掃描寶寶寶 再看看哪一個角度會看到寶寶的五官 再用最好的角度去幫你截章套 這一次因為寶寶的角度不太好 他經常用手遮住了五官 所以他們安排了我們 第28週重新再過來rescan 第28週rescan 其實跟今次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樣的 重新再做一個身體檢查 2D scan 再檢查一下寶寶的內臟有沒有問題 羊水有沒有很少 還有再做一個4D scan 到時如果成功的話 就可以選六張照片 選完六張照片之後 就會寄到你家 今天又來到這個停車場 第二次的scan 希望BB 今天看到BB吧 又是同一個地方了 又是同一個地方了 不知道今天scan不scan到BB的樣子呢 上次他遮住了臉 這次是第二次過來rescan 他的做法跟上次一樣 也是做一個2D scan 照一下BB的內臟 心跳正不正常 另外他再幫你看4D scan 再看看角度好不好 再幫你截圖 再幫你截圖 這次真的很幸運 BB的角度非常之好 完全看到他的五官 又沒有用手去遮住 要不然我們又要重新再等下一次的rescan 照完4D之後 他會有一個app 可以登入到app裡 選擇你自己想要的照片 以及下載那段影片 做幾年 因為我們已經在app裡選了六張照片 所以我們去了homesense買了這個照片 等那些照片寄過來之後 就可以放到照片架裡 等了兩個禮拜 他們終於寄一些照片 我們終於可以抽到一張比較好看的 放到照片架裡 那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下一段影片我們再見 拜拜